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來觀賞我的視頻 和阿里伯伯一起來練武功 學習StudyWorks 3D繪圖技巧 希望看完每集視頻後,對你有所幫助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專題是這個弓箭 是一支支撐座 看一下圖圖的尺寸也是蠻複雜的 不過我們一步一步來看怎麼樣 才會加進驟手 我們先看一下它的底座尺寸 它這邊標示的是孔洞的距離75 然後這個厚顏跟這個孔的距離是20mm 然後這個肉厚是10mm 這個R都是10mm 然後這個另外一個孔,這個距離是60mm 然後這三個孔都是直徑8mm 然後從這個表面往上拉22mm 然後從這個表面往上拉22mm 開始畫一個圓 R角是50mm 裡面是R角20mm 厚度是18mm 這個寬度是30mm 空一空的距離 空一空的距離 這邊與這個空的距離是200mm 然後它這個地方是一個60mm 32mm 44mm的一個方形的一個頭 中間內有一個30mm的孔洞 拿了一個2mm的霞草 然後這個距離 空的這邊的以前遠距離是35mm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好,我們了解這個圖形以後 我們將這個圖形隱藏起來 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以事先畫好的一個 一個自身軸的一個圖 我們看一下 它大概是怎麼樣一個情形 看一下 在這邊距離是200mm 這邊孔的距離是75mm 這個外界是20mm 裡面的孔是8mm 然後這邊距離是60mm 厚度是10mm 這個是這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是這個地方 孔以後遠的部分是20mm 然後這個地方拉高22mm 再一個R 再過去,拉過去這樣子 這邊距離是30mm 這邊是小R,20mm 然後 這個R是15mm 也就是30mm 然後這個是60mm 這個厚度 這個厚度 厚度沒有標準 沒有標準 沒有標準 沒有關係 再看一下厚度 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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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它隱藏起來 我們重新 畫圖 給大家看 我們將這個 組成收起來 我們重新畫一張圖 給大家看 開放新名鍵 名鍵 確定 一樣 我們從上基準面開始 一樣 我們畫一條 集合牽扣線 好,我畫 這個圓 跟這個圓 剛剛中間 先建設這個圓 向對這裡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圓 跟這個圓的距離 要求是 75mm 然後這邊是60mm 圓孔 18mm 75mm 好 那圓孔 是 8mm 然後這個 這個 與這個圓的距離 是60mm 60mm 好 我們再畫三個圓孔 1 2 3 現在 外圓 這個 是等級 等級 然後呢 智慧型尺寸 這邊是 R10 應該是20 直徑20 看一下 對,R4 直徑20 然後呢 我們再畫 然後呢 我們再畫 連接線 這樣 每一條都橡切 這邊的橡切 這邊的橡切 橡切 這條 用金色的好了 橡切 不要的部分 削剪掉 讓它生長填料 10mm 要求是 10mm 對 第一步出來 第二步呢 我們用 一樣用前基準面畫圖 正式 好 從這裡 拉出來 再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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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拉一個圓形 拉過來 看一下 好 好 隨便 再把它拉下去 拉到這邊 再拉到這邊 拉上去 再拉過來 拉過來 再一個圓 拉下去 這個地方 我們用 隱藏線 因為 這一條線 跟這一條 終點 從而供點 然後 這邊有一條 我們顯示 暫存軸 對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跟這個地方 它要求 是20mm 好 這個地方 它要求是50mm 好 這個地方 是要求 22mm 好 然後 看一下 這邊是20mm 然後 這邊是厚度 30mm OK 一步一步來 厚度 30mm 然後 這邊是 要求20mm 好 選擇 這個 這個 跟這個 相切 那 這邊是60mm 64mm 然後 這邊是 它就是 44mm 好 那我們 再看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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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 中心點過來 這邊有一個 主鏡是 30mm 30mm 然後 畫一條 中心線 好了 結合堅固線 畫到這裡 給我們的尺寸是多少 35mm 然後這邊 它 有一個 10mm的 也就是說 我們從 從這個 孔到這邊 這邊是 200 1 哦 是210 那 我們 35 是 這裡 這裡的距離 是 35 是 35mm 然後 然後 這邊 到 這邊的距離 是 21 0 好 確定 那 這個 跟這個 相切 整個圖形都 完全定義了 最後 這個順便把它畫出來 這邊 它有一個 霞草 拉大一點 出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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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 兩面 好 應該全部都有了 我們來看一下 它整個厚度 這邊是 18 好 我們這個 18mm 我們先讓它掌料 這個 兩側對稱 18mm 18mm Under OK 兩側對稱出來 好 在一樣 前基礎面 齁 我們要用 這個 用這個 參考圖片 好了 我們 延伸圖片 這個地方 好 我們現在要掌這個料 特徵 三大 要掌多少呢 我看一下 32mm 就是這個部分 首先輪口 這裡 兩側對稱 32mm OK 整個都出來了 好 我們拜拜 回覆到圓 顯示 大片圖仔 這個圖形都已經出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的步驟是什麼樣 喔 這邊還有一個洞 洞是 10mm 然後是 離前面10mm 中間 9mm 然後再一個R角 從這裡上面 從這裡上面 換幾個面 正式 中心點 過來 這個智慧性直升 這邊是 9mm 然後它離前沿 是10mm OK 按 按 好 選擇 選擇 這個 跟這個 是水平控制 特徵 除掉生長 可以去身處 完全貫穿 OK 好 我們這個圖形都出來了 剩下就是R角 圓角 2mm 這個 這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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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演講分成兩次 再來一次 再看一下 這邊 還有 這裡 下面 好 那整個 圓角 這個部分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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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整個 圓角 就 這樣 完全 好 那 我們 這樣 我們 檢查一下 檢查一下 齁 75 60 公進 外進 R24 就是10 不是8 10mm OK 這個正確的 再來 R50 R20 22 30 這個是18 210 是在外圍 它是選這邊是200 60、44、30、35 好 那整個圖形就 完成了 那我們要 如果要顏色的話 一樣 我們把它選擇這個顏色 選擇外觀 用鋼鋼 用金屬 用鋼鋼 要用 肉鋼鋼 它比較亮 如果用肉片的話 用 青銅也可以 看起來就銅色 用白色的 鍍唏 看起來就比較漂亮 那你如果用 用黑色的鋼鐵也可以 鋼鐵會比較 顏色比較醜一點 亮度把它改成 軟色束縫 看起來就是比較亮 比較漂亮 這樣子 好 今天圖形我們就示範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觀察 OK 今天的繪圖視頻已經結束 希望看完這集視頻後 對你有所幫助 在Sallyworks 3D繪圖技巧上 若有任何問題 歡迎來信 我懂的是會盡量回答你 若你有更好的繪圖方式 也請你告知指教 正所謂教學相長 看得越多 學得越多 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訂閱 點一下讚 幫我加油打氣 按一下右邊的小鈴鐺 有新的視頻就會通知你喔